何家伟从工程师转行创业卖果酱 曾有媒体报导他这励志的故事 但创业十年后 他发现自己的人生就跟果酱一样 黏糊糊的一点也不容易 那时候身上剩八千块 就开始买一个比较好的锅子 然后去买了一些空瓶子 然后就这样开始做 我很确定地知道说 我做这个东西是非常用心的 我用我百分之百的心力下去做 我也很确定地知道说 我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也就是没有人看见 一直下去记得是很挫折 现在都还是负债的 身边有朋友还是愿意偶尔借一些 卖果酱的收入 撑不了一家四口的生活 经济与精神压力 让他与妻子离婚 小孩的监护权给了前妻 每个月支付小孩的生活费 搅完一些账单之后 身上剩下110块 然后我就跑去卖场买了两瓶那种 500cc的特价69块的啤酒 买了一包豆干 然后回来之后很快 大概十分钟内把它全部磕掉 你喜欢的东西 你会很确定说 是跟你过往的人生经验有关系 像为什么会喜欢做金枣 跟金枣的连结就是连结到第一个女朋友 假日就很喜欢骑着摩托车走北宜公路 宜兰的特产是金枣 后来那女朋友因为车祸过世之后 就知道说原来我喜欢金枣 是因为那女朋友的关系 那我会这样子切 我很喜欢把它切成一圈一圈的 金枣的外皮又是一圈金黄色的 从那一个瞬间我就知道说 原来我做这个口味是要送给她的 送给她的天使光环 去看她的时候那次是我哭得最惨的一次 然后到做这瓶果酱 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水果 原来都是因为你 人生中总是会有一些人是 出现来教你什么爱的